下来快速扫描各报头条 2023年才按下政府条高T20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增幅鉴于0.5%到2% 不过新州的头条就报道 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指出 根据我国现有的税收架构 增税的决定只会影响可征税年收入 超过23万令吉的群体 换言之只有月入接近2万令吉的群体 才需要缴纳更多的税 也就是不超过15万人 那些年收入少过23万令吉的群体 反而还可以节省加近1000令吉的税务 向富人开刀之余 政府也放眼帮助贫护摆脱质贫 中国报头条就聚焦报道说 经济部推荐的人民收入倡议 透过农业耕种经营自动贩卖机 和担任清洁工这三种方式 协助弱势群体创造收入 进而实现脱贫 通过这项计划 政府放眼10万名低收入家庭 每个月能够挣到至少2000令吉 那美日新闻则是关注 巫统副主席拿都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证实不加入巫统党选的站位 寻求连任 巫统党选提名程序 已经在昨天下午5点结束 共有8个人竞争副主席 包括寻求捍卫原职的 拿都斯里卡利诺丁 以及拿都斯里马哈基尔 新加入站位的则有最高领事阿沙里纳 还是有关巫统党选的消息 那除了陷入八角战的副主席之争 几名正二代正三代参选 也成为这场选举的亮点 那中国报就报道呢 这一回已经入狱 前首相纳吉的两名子女 纳兹夫丁和诺亚纳 都报名个别竞选 乌亲团副团长 以及女亲团职委和 班迪谷区部乌女亲团长 如果他们两个人在党选中获胜的话呢 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跟 纳吉的另一名儿子 目前担任彭亨州行政议员的 穆罕莫尼扎 在巫统形成铁三角 重振敦拉萨家族岛辉煌 那么另外副首相兼巫统主席 阿莫扎西的女儿 努鲁西达雅 也会竞选巴野拿都区部 妇女组主席 2023年的巫统中央改选 下个月18号举行 三大臂榜党选落在3月11号 谁胜谁负到时候自有分晓 政府上个星期呢 就提成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 当中最受关注的宣布之一 就是向奢侈品征税 一起看看南洋商报的这篇 独家报道 税务专家拿到孔定龙 就表明奢侈品税是个变相的消费税 而且和所得税差不多 收入越高的有钱人买奢侈品 就多给一个税 不过要怎么去分立这些奢侈品呢 专家说只要把它列出来或区别就好 征税方式举个例子 比如说去餐厅吃饭自然有服务税 如果去小贩中心的话就没有 所以只要按照包包手表等等产品和价格分类就好 另外一名税务专家拿渡蔡兆元 则是认为落实奢侈品税的做法 大概就是通过销售税和进口税来征收 不会在零售的时候征收 因为整个形成过程比较复杂 他估计奢侈品税额可以达到20% 另一方面蔬菜价格飙升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新海峡时报的这篇报道 毕严城消费人协会透露 如今的菜价真的越来越贵 导致部分餐饮业者不得不把一些食蔬佳肴 从菜单上拿掉 新海峡时报的这一篇新闻内容就说 由一名餐饮业者表明 市面上一公斤茄子买20令吉50仙实在很贵 所以决定不再烹煮和售卖拿手的咖喱茄子 槟城消费人协会这个月出的一份报告就显示 有蔬菜的价格竟然比上个月飙涨160%太过离谱 羊角豆的售价从上个月每公斤60令吉 如今每公斤就卖16令吉 涨了166% 那其余的蔬菜如肠豆、番茄、圆茄子等等 售价也翻了一倍 再来我们关注气象 那么当局就预测半岛界的猪鼠 彭亨、沙巴山打根以及沙拉越古近全天下雨 雪龙午后的天气也不太好 估计会有雷雨 比利州也一样午后降雨估计持续到晚间 也只有玻璃市和吉打全天放晴 东马方面沙巴沙拉越几乎各个地区午后天不作美 开着出门记得要小心 气象局已经发出持续降雨的警报 一直到3月1号星期三 要果然提高警惕 全国最高温33度 最低温23度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有财经消息